各位亲爱的家人 全世界的兄弟姐妹们 大家好 你们现在很认真在学习这些课程 我希望大家学到真正的智慧 学到活生生的真理实相 不是只是学一些头脑之鉴 等一下我们这个现场声音很小 我希望大家能够学到活生生的智慧 不是只是学一些头脑之鉴 也不是练功夫 我们不要盲信 不要迷信 不要搞那些那种偶像崇拜 我们都不要去做那些 大家要好好地净化我们的心灵 提升我们的心灵品质 打开我们的视野 关心全人类的病运 这二十年来 我不管到哪里 都没有去搞那些偶像崇拜 也没有什么要建立 建立什么个人的事业 都没有那些 我只是在很客观地传播 我所体会到的宇宙真理生命实相 而这方面呢 因为我们老祖宗已经有留下非常好的资料讯息 所以透过老祖宗跟我们分享的宇宙真理生命实相 来跟大家做分享 希望大家能够早日真正地读懂这一部大自然 这个大自然大学堂 要跟我们分享的就是 从现在开始 大家要渐渐地读懂这一部大自然的无治天书 大自然的无治天书 这是最真实的记录 最真实的呈现 所有的经典 所有的经典 那都是那些所谓的开智会的人 他们献观这个大自然的无治天书之后 他们讲出他们对宇宙 对大自然的运转法则 他们的观察 那因为后面的人一直迷子在各种文字上面 迷子在各种文字上面 所以导致都忽略了去读懂这一部真正活生生的经典 忽略了去读懂这部活生生的经典 然后一直在文字堆里面专研 一直在各种术 练功夫 应用各种方法在那里练功夫 导致不断的强化自我 所以我们现在呢 希望大家要尽早能够透过老祖宗的高等智慧 透过这些方便工具 然后早日去读懂这个大自然的奥妙 如果人类没有去了解大自然的大智慧 了解大自然的重要的话 人类很多的作为就会被天之道而为 被天之道而为 后面就会灾难不断 这个是二十年前我出来做全人类义工的时候 这二十年来不管到哪里 都陆续跟大家强调 人类要懂得大自然对我们生命的珍贵 大自然是伟大的生命体 大自然是我们大家的母亲 大自然是我们的生命 是我们每个人的大生 大我 如果我们破坏了他 就是破坏了人类的未来 所以我关心的是整个人类的命运 也是关心大家的后代子子孙孙 人类有没有未来 真的需要我们这一代的人 好好地觉醒过来 等一下会播放一些资料 让大家看 联合国秘书长都提到 八月份的时候提到 未来这十年是人类还能有效 化解极端气候的重要关键 如果这十年人类再错过 再敷衍再不重视 那透过这十年之后 后面的地球 人类将进入很惨的情况 各种极端气候会越来越严重 这是前两个月 还不到两个月 八月八月份的时候 联合国秘书长向全世界各国所强调呼吁的 希望大家要重视 那你看这十几年来 不管我到大江南北或是到国际到其他国家 我都是在扣住这个主题核心 希望人类能够觉醒 希望人类能够真正重视到地球 是我们大家的母亲 那因为人类要去读懂这一部无知天书 要去体会这个大自然的运转法则 人类的思想格局是要提升的 人类的所学的课程观念之间是要提升的 这是整个地球意识 整个地球的主流教育 这是要提升上来的 不能够用这两百年来 西方人那一套不断的强化科技 经济资本主义强调弱肉强食 不能够用那种观念 你用那种观念继续运作下去的话 后面将是灾难不断 这就是英国霍金博士所提到的 人类如果没有重新再教育 这个地球将再使用不了一百年 所以我希望大家 要关心整个人类的命运 我也希望全世界有更多真正 有理想有抱负的伟大的政治家 更多伟大的政治家 能够有担当 出来来做 全面性的推展 把大道广传 全面性的呼吁 全世界大家要来到 以保护好生态环境为主种 因为要保护好生态环境 人类才会有未来 保护好生态环境 就是保护好地球 也就是保护好人类的命脉 保护好人类的未来 如果这个地球继续再被伤害下去的话 那全世界将进入灾难不断的情况 而且最悲惨的情况 甚至整个世界的文明将进入毁灭 像这些 它的未来的走向 在我心中 我是了解 有几种可能的 那最悲惨的情况 就是 人类进入整个文明的毁灭 比如说像核子弹 核子战一旦爆发 这个世界不会有赢的国家 不会有赢的国家 只要核子战一爆发 这个世界的文明将进入毁灭 这一期的文明就结束 人类剩下的也会开始进入 所谓的蛮荒的时代 又回到几万年前 那种蛮荒的时代 所以 这就是人类有没有学到智慧 非常重要 现在如果人类好好学习 高等的文化 高等的智慧 人类把这种推展开来 真的体会到 我们全世界的人 我们都是生命共同体 我们都是命运共同体 大家不要再恶劣地施杀 不要恶劣地竞争 我们都是兄弟姐妹 大家怎么样朝向 团结和谐 分工合作 这个就是人类要学习这种 把心量打开 把视野打开的高等文化 高等智慧 这个世界才会带下和平和谐 现在我开始播放一些资料 让大家看看 这半年来 还不到半年 这几个月来 全世界呈现出来的各种极端性的大问题 因为十几年前 我就已经强调 人类如果继续破坏下去的话 后面的灾难会不断 所以强调要好好保护好地球 生态环境 可是 一般人 觉得那个不重要 不喜欢听 很多的从事政治的人 他们要的就是 他怎么样保护 保住他的官位 觉得 什么全球气候的问题 生态环境的问题 他觉得 这个跟我当官 保住我的官位 这个无关 所以很多人 他不去重视这些问题 他想到的就是 我怎么样有更好 更快的这种政绩出来 然后可以升官 而我们强调的 要保护好生态环境 要好地把 优质的文化推广开来 协助更多人 净化心灵 提升心灵品质 协助更多人 觉醒过来 保护好地球母亲 这方面呢 能够真正相应呼应的人 这是占很少数 我觉得很可惜 那现在还是要再强调 就是这个不能再拖延 人类要赶快觉醒过来 所以我希望 我们线上线下 我们所有的家人 我希望大家要尽快地 尽快地重视 重视整个地球 现在呈现的情况 现在已经是灾难不断了 没有时间可以拖延的 好 来 我们现在来看一些短片资料 谢谢大家 我想听到什么 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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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个小子 你那 你那不要动 你那不要动 这是英国的一群小孩子 他们唱出的一首歌 这一首歌就是 这些小孩子 他们向全世界的大人求救 请大人救救 你们的小孩 救救我们这些小孩子 你看 这些小孩子 他向全世界的大人求救 希望大人 不要鸵鸟心态 希望大人能够听进 小孩子们的求救声 来 我们现在来看 来听这首歌 这些小孩子 我来听这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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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又制造温暖 制造温室效应 要赶快起来面对 这些真实的问题 严重性 救救整个地球 也救救你们的小孩子 所以这是一群小孩子 他们的心声 我希望全世界的人都关心了 不只是一般百姓的 政府文武百官 所有商人 大家都能够真正重视 全球性的大问题 因为这是 攸关整个人类的命运 攸关整个人类的未来 好 再来 我们来听联合国秘书长 我们来听这首歌 在世界上的世界上的外国 和世界上的社会 未经济的社会 经济的社会 和美国的社会 在世界上的社会 在世界上的社会 是一个全国的求救援 和理解的社会 社会和科学的社会 成为了科学的社会 和科学的人 在世界上的社会 世界上的社会 是我们的世界上的 你看他这里就提出 未来这十年 这是人类能够有效化解 全球灾难的时机 时间 也就只剩下这十年 这是有效时间 如果再复原再拖延的话 后面就会灾难不断 他这里提到就是 因为很多的商人或是政治人物 都是要强调什么现实经济利益 他这里有提到了 如果现在人类重新重视 保护生态环境 生产绿色能源 保护地球 这些科技行动的话 他说这个一样 可以有很好的经济的成长收入 也就是这方面 值得大家好去投资 不要再一直唯利是图 然后破坏生态环境 他提到就是 未来这十年 这是很重要的关键期 而且他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 每个人 不要想说 我言为力博 我只是个平民百姓 我不是高官 我不是很富有的人 我没有影响力 他这里提到就是 不要这样想 每个人都可以有所贡献 只要我们关心整个地球 你就会应用各种方法 影响更多人来关心 这样的话 人类 运量 更多的觉醒 更多的正能量 这个地球 就可以得到更好的保护 你看 这里有提到 未来这十年 这是最后机会 刚才这一段 我把它重播 就是说 未来这十年 这是人类能够有效 有效化解危机 避免人类 还有各种物种 灭绝的最后机会 未来这十年 我在2001年 那时候就已经讲出 那是20 也就是20年前 我讲出 未来30年 是地球 人类很重要的关键期 因为我已经可以看到 未来的情况 但是跟一般人讲 一般人都是听不懂 也不愿意听 或是觉得那个不重要 所以能够真正积极起来 行动的 这样有使命感 这样的人还是很少 甚至有的人 还一直在扯后腿 在破坏 在诬告 在陷害 我觉得 人类怎么会变成这样 我是希望人类 真的大家要好好地重视 全球性的大灾难的问题 这是真实的存在 不是我眼耸听 我们不要用鸵鸟心态 大家要把握机会 赶快 好好的 好好的化解全球的灾难 好 现在因为刚才网络上的有回应 就是他们听到的声音 很小声 现在各处 我们现在有直播 网络上的家人 你们可以反映一下 声音有没有正常 每个人都可以贡献的 未来十年是我们避免 避免制定毁灭 避免中 那种毁灭 最好的十年而已 他这里后边就提到 人类必须要学会 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 失地已经没了呼吸 好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 这几个月来 野生动物在农业中逃命 巴西马托格罗索州的潘塔纳 失地到处都是 劫后余生景象 野生动物们眼中满是惊恐 全球最大失地火势蔓延 当地政府周一宣布 全州进入90天环境紧急状态 当地出动灭火大队赶赴持援救火 只是消防人员说 想撤离灭火有难度 消火不止还一年 烧了两个月 无数野生动物 葬生火窟 直辈也深受其害 16-17%的潘塔纳 已经被烧毁了 这年 这代表达2.3亿亿亚 已经被烧毁了 被烧毁了 我们还没有被烧毁了 两、四个日子 现在还没有被烧毁了 你看这是巴西亚马逊与林 潘塔纳的湿地每年7到9月是旱季 今年又遇上50年来最严重干干 为湿地供水的巴拉龜河水位 又是47年来新低 再加上湿地雨季连年缩短 还有人为破坏滥砍倒发 才导致这场生态被割 大火摧毁1200种脊椎动物的家园 其中有36种濒临绝种 湿地最大众野生动物 每周包含鳄鱼非死即伤 灵火彻底失控 蔓延当地79 亚马逊雨林本来被称为地球的肺部 地球之肺 真的是非常重要 但是在全球这种所谓的经济挂帅情况之下 大家牺牲生态环境 牺牲生态环境 取得人类所需要的各种经济成长 所以不顾它的重要性 不断地在摧残破坏焚烧 所以真的这个社会是人类的一大浩劫 虽然它远在南美洲 但是这会影响到全世界 这个都会影响到全世界 这就是人类的短视 为眼前短暂的利益 进行所谓的杀鸡区外 亚马逊雨林动物天堂 如今交黑片 巴西北部新谷生理保护区 也沦为野火受害者 巴西原住民组成巡逻队 希望能挡下屏幕到发 在此同时 2010年各国定下了自然生态保护目标 周日联合国公布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报告 这项十年计划 六项部分达标高达14项放水流 人类的表现完全不及格 如果人类再不收敛 持续对生态环境搞破坏 最终将面临棲息地越来越小 物资缺乏甚至是物种灭绝 地球末日恐怕也只是时间问题 好确实就来看到是 针对着地球生态危机 美国总统拜登有承诺 他上任之后要重返巴黎气候协定 让各国再注意到是 这个世界的全球暖化到底该怎么办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时候 这根据是世界自然基金会指出 其实在这过去的四十年当中 有上百种的生物是消失不见了 这也是弄大灭绝高达将近七成这么多 现在是正处于是全球的 第六次大灭绝时期 就是因为人类的非法交易 跟七地的破坏造成的问题 那我们就来看到 其实早在十年前 2010年的时候 多部领袖有针对 要如何加强生物端端期来开会 当时以为是成了正常的 正确的自己方向在发展 但是想不到是这十年过去 其实根本什么事情 一个目标都没有达成 那我们就来看到 专家就提出了市井 他们说现在会放任人口 他刚才提到 已经十年过去了 没有达成任何目标 这个就好像我在2001年 就是20年前就开始强调 要重视生态环境的保固 人类要觉醒 但是20年过了 很多人虽然十几年前 就听过我讲课的这些内容资料 但是还是一样 没有什么动作 听听就过了 他还是要想要去练功夫 要有各种成就 而不是关心整个人类的命运 人类要提升心灵品质 人类要觉醒 觉醒过来之后才会看到 原来整个地球 就是我们大家的母亲 这是人类的文明 视野提升之后 提高之后 人类就会去关心 整个地球生态 而且会体会到 原来全球的人都是我们的家人 全球的人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能够这样的体会 哇 这个地球 整个人类的命运 就会完全大改观 人类的各种战争冲突 就会大大的减少 这才是整个人类的心灵 人类的文化真正的进化提升 增长跟过度消耗的话 就会造成是数十亿人处于饥饿的状态 那这一切呢 气候变迁就是一个杀人的凶手 所以就来看到最近有专家指出呢 他们有跨国的团队在这篇期刊上发表报告指出 其实呢 目前暖化跟整个气候变迁加剧 会造成是生物的生存 受到严重的危险 那如果各国领袖还是继续放任 不管的话呢 这个全球会迎来是非常惨不忍睹的未来 你看啊 他这里讲 如果各国领袖若继续逃避问题 放任不管 全球将迎来惨不忍睹的未来 这个是二十年前我就看到的问题 所以我放下医生工作不做 我不是要去搞个人偶像崇拜 不是要去做宗教事业 不是要去做那些 是要协助人类觉醒 协助人类真的能够重新来重视 人与大自然的密切关系 重新认识大自然对我们生命的重要 所以我所在做的就是 在希望能够避免人类进入惨不忍睹的未来 就这样 所以我所做不是在为我个人 希望能够有更多人能够体会到 真的化解全球性的灾难 这是我们人人有责 人人都有责任心 我们大家一起来 不要再认为说我言为力博 我没有什么影响力 不要这样认为 因为这是我们全世界每个人都有责任 越多人觉醒过来 地球母亲就越有更多机会 关注迈阿密滨海公寓坍塌 目前还有150个人下落不明 而这个惨剧也引动了迈阿密当局全面清查 迈阿密目前所有超过40年以上的滨海公寓大楼 画面报道直级一查之后问题非常大 那么有的大楼根本上就是粮柱 钢筋都出现严重的裂缝 那么在滨海大楼有很多都会在高楼层建游泳池 而游泳池长年不断的渗漏水 是造成钢筋粮柱有秀式的一大原因 那么至于这一栋滨海大楼 经过了不到一个星期的调查就发现 原来它早就有震动以及均裂的情况 甚至住户都已经心生疑虑 我们没有想到它瞬间崩塌 那么这个滨海大楼就成为他们的买骨之所 美国阿密的滨海公寓 乡普兰大厦南洞 上周四发生坍塌意外 目前已知至少11人死亡 还有150人失联 救难人员人在瓦里堆中搜寻 但遗憾的是 除了坍塌当天救出了几名生亡者 之后就再也没有好消息 救援工作已经从徒手挖掘 改由用大型机具移动残骸 焦急的家属抱怨救援缓慢 当局也开放让家属进入事故现场 实地了解救援的危险和困难度 屋灵40年的滨海公寓瞬间坍塌 事前是否如今有征兆 根据2018年大楼的检查报告显示 公寓的水泥梁柱有军裂和碎裂的状况 当时结构工程公司就建议领及修复 不过事后建筑相关单位官员 却做出了大楼状况良好的结论 民众怀疑建筑安全单位的轻呼 埋下了意外的种子 另外其他邻近大楼住户也反映 近日有建筑工地施工 出事公寓的居民曾抱怨 大楼有震动和军烈的情况 迈阿密在德县首长下令 立刻清查屋里40年以上的滨海公寓的安全 记者跟随检查员来到另一栋与倒塌公寓 同时建造设计也几乎相同的大楼访查 检查员发现这栋大楼的水泥驻军列 钢筋遭到腐蚀 状况与倒塌公寓相同 检查员也发现楼层上方的泳池不断搂水 是水泥和钢筋腐蚀的主要原因 除了大楼本身结构问题 过去的报告显示 从1993年到1999年的六年间 倒塌大楼以每年两公里的速度下沉 因此不排除倒塌与地层下陷也有关系 但有一点建筑专家非常肯定绝对是大楼底层结构出了问题 好播放这一段跟大家分享的主要另外还有一个用意就是 我们大家要更深刻的去体会 这一栋大楼在还没有垮塌之前 它的楼房的价格 大家都觉得 这个是海边海景房 它的价值都很高 但是它的潜在危机性 危机问题 专家已经在两年前有提出警告 这一栋它的结构是有问题的 安全性是有问题的 可是政府官员来看看之后就觉得 这个还没什么 所以就没有很重视专家的警告 结果呢 在当问题一直的积累下来之后 到一个情况 那个临界点一爆发 整栋大楼在瞬间 才只有几秒内 才只有几秒内 你看了一半大楼全部都垮掉 全部都垮掉 也就是整栋都垮掉了 这里我希望大家好好深入去体会 很多人他们会跟我们提出逆耳中眼 警告我们 也就是真正为我们好 希望我们能够有所改进 有所改善 包括说 我对全世界的安危 全世界的危险性 二十年前 我就已经看到这些问题 也向世界各国陆续提出警告 人类如果没有明显的 采取有效方法来改善的话 人类的文明会有垮掉的危险 这是二十年前就陆续 这二十年来陆续提出的逆耳中眼 逆耳中眼 像这一次迈阿密这个大楼垮掉之后 政府他们整个说有些牺牲了之后 然后他们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牺牲 有这样的严重警告 所以他们就对于附近的大楼 开始进行严密的这种检查 所以后面发现有危险的 他们就赶快停止 要居民拆 要居民搬迁 有些可以补强的 就赶快去补强 这个就是亡羊补牢 我是希望人类的文明能够继续 不要被这一代的人把它挥霍掉 所以我讲一些逆耳中眼 都是为整个人类的未来 也是为大家的后代子孙 再说出一些逆耳中眼 我们不讲危险耸听 不讲危险耸听 也不要去制造问题 制造灾难性灾乐祸 我们绝不会这样做 但是我们看到人类十年 二十年后这些灾难性的问题 所以提前跟更多人来呼吁 希望大家怎么样去化解 怎么样去避开这些问题 希望越多人能够重视 现在因为这十几年来 能够重视 能够呼应 能够有这种使命感的人 究竟还是比较少 比较少 很稀少 所以导致这股力量 没有真正发挥出来 现在你看 已经积累二十年下来了 所以全世界极端性的气候 就越来越严重 在这一段时间 会有 最近位于加拿大西部的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遭遇了罕见的高温天气 全省目前有170个地方 在发生着规模大小不一的森林火灾 甚至有些小镇 几乎都被大火给烧毁了 当地的民众被迫要紧急疏散 除此之外 有人还发现说当地海滩出现了大量死亡的遗贝 也就是一种外壳相当厚的贝类海鲜 那经过研究 那片海滩的表面温度 竟然是高达摄氏51.7度 气候学家表示 当地的热浪是前所未有的 同时也警告 未来热浪会出现的更频繁更激烈 除了 你看这些都是前所未有 连加拿大 美国的西北地区 还有加拿大的西部地区 你看都已经高温高到51.7度 本来都被平定为 这是很适合人类居住的优良环境的地方 像温哥华 还有南半球的澳大利亚的墨尔本 一样都被平定为 这是非常好的 非常好的环境 但是这几年来 你看看全球性的极端性气候 一样连加拿大这个地区 都已经高温到51.7度 而且海边的大量的那些动物 被列都被热死了 我以前到加拿大这个海边去看 真的那个海边被列非常的丰富 你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他们的存在 他们都真的都非常的丰富 但是你看现在51.7度 结果那些都被热死了 加拿大人他们也从来想象不到 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对你想象不到的情况 会越来越频繁的发生 海洋生物当地一个大量种植 红莓Rathberry 有红莓之都称号的小镇 也是南逃一劫 大批农作物死亡 让农民欲哭无泪 哭黄的树叶 干杯的红莓果实 眼前这些都是加拿大农民辛苦耕种 还没来得及收藏的农作物 如今因为热闹来袭 让这些农民所有的努力付出东流 看着自己的心血被毁 农民无奈地表示 你看哦 加拿大维度那么高的地区 他们的农作物被热热的干枯掉了 被热比赤道都还热啊 赤道地区通常三十几度 三十五度 三十六度 那你看加拿大这个地方高到五十几度 所以大家就可以体会 极端性的气候 那个不是骗的 是真实的 这种情况前所未见 My grandpa has been farming since the early seventies and he's never seen something like this Fruit that would have been marketable has now just shriveled right on the plant 其实你可能一点都不惊讶 近来极端天后 在地球各地肆虐的情况 给人类带来的恐怖灾害 也就是越来越多 近乎所有的气象记录 是一年或甚至每个月 都在不断地被打破 就以最近来说 从整 以前都讲说 那个好几年才会来的 一个什么破记录 那现在呢 连年都在破记录 甚至没多久 没几个月 又是破记录的 像我们等一下看看 德国 他们在七月份的时候 那一次的那种突然来的 大灾难 这时候 德国的总理 还到美国 跟美国总统在那里讨论 怎么样合作 然后怎么样 重视这个气候变迁 结果他在那边 跟他们讨论的时候 德国本身就发生了 巨大的灾变 德国的北美 在太平洋沿岸所发现的酷暑 以及高热 西伯利亚的大火灾 以及最近才发生了多久的 整个西欧的大洪水 乃至于这次整个中原一带的整个的 发生的巨变 我们做了什么 还来得起吗 还是我们束手无策 这是令人震惊的影像 家家户户清理出来的破烂家具 与电器用品堆得半天高 行走在期间仿佛清理一个毁灭性战场 世纪洪水流离德国重载区 巴特诺尼纳 只能以满弄窗椅来形容 古一盎人大街变成大型露天垃圾场 气味令人作呕 当地居民至少二十人离难 一说起这场悲剧 神父也只能摇头看形 小镇布莱森灾情一样凄惨 暴风雨来袭居民全部撤离 等洪水退去回到家园 迎接他们的却是满意乎民 在这个灾难还没有发生之前 这些地方都算是一般人认为非常好的 居家环境的地方 甚至很多人认为 他们就好像就活在天堂 很幸福的世界里面 但是灾难来得很突然 很多人还睡在床上 就被大水淹死了 什么都没有了 消失了 来得太突然 虽然洪水已消退一星期 受创严重的阿尔维勒 毁损的汽车 Y7扭巴到处停放 不管室内或室外满地泥泞 暴涨的阿尔河除了带走至少128个人命 还让62座桥梁承受不起汹涌河水 瞬间坍塌 让部分灾区交通中断 影响救灾工作 黄灾发生时 仍在美国访问的总理梅克尔 一回国就马上赶赴灾区 舒维克小镇摊灾 两天后 二度前往另一灾区 承诺全体救灾 并且重新检讨失效的灾难预警系统 你看一个德国总理 他就表示说 他看到那些情况 他说这真的比电影场景都更恐怖 超现实的灾难 他看到那些现场的 这种这么凄惨的情况 他说这个没办法用 德语里面的适当的形容词 来形容整个被摧残的情况 也就是说完全都超乎他们的想象 那要知道 德国是被称为 他们的科技很发达 什么先进国家 各方面都是很发达 很先进的 他们的什么警报系统都很先进的 但是呢 你看灾难来的 你完全都是措手不及 很惨 被教训的很惨痛 这些呢 都是大自然在唤醒人类啊 人类啊 赶快醒来吧 不要再这样 无视大自然的痛苦身影 痛苦呼唤 孩子们 醒来吧 这是地球母亲 不断地在呼唤 希望人类要醒来 根据估计这次西欧洪灾经济损失 将上看60亿欧元 德国联邦政府已经决定拨款4亿欧元 约等于新台币132亿进行灾区重建 然而再多金钱也无法阻止极端气候 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这一个出现 在美国的内华达州野火狂烧 消防队呢 就问了要救火值 冲火海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 从驾驶座往外看了一片橘红火焰 附近的民众甚至就看到了天空降下火雨 火花四处飘散 在阵阵的强风加持之下 很可能就会引发新一波的火势 另外受到加州野火的影响呢 在天空是出现了火机云 厚厚的云层不断地搅动 天地间仿余就连在一起 场面非常的壮观 欢迎收看7月24号的明镜世界 当然这个星期 在整个的世界的灾情来讲 最突破也是最可怕的 应该就是中国大陆 郑州以及中原地区 整个的豪雨的成灾 有人对这个千年水患的字眼 表示相当的疑惑 实际上千年的统计 人类哪有的 但是的确是在这块地区里面 警戒而且相当可怕的一次 极端的豪雨成灾 一个钟头的降雨量 超过了200毫米 甚至一天的降雨量 相当于一年的降雨 当然很多人归咎于 这个城市缺乏设计 以及很多人归咎于 这个城市的整个的危机管控 显然出现了极大的问题 当然更关心的是 这些人命财产的损失 以及当时在应变状况下 多少可怕的故事 这场在河南郑州千年一遇的极端暴雨 震惊全中国 不管走到哪儿都有滚滚洪水 禁闭围棍 整个城市都成了老天爷的水水池 车辆泡水已经够彩 还困在车内的驾驶 看着挡风玻璃前的水势 心灵更慌 再看看这一幕 开派车泡在水沿的更深的地方 车主们什么都做不了 只是房子车子都能贩买 遇险的民众拼的命都得救 所谓命险一线绝不夸张 惊人水是拉着女子朝更深的探访去 四五名男子死命靠着一条绳子 才助他脱险 但大水又在另一处打位 忽然一身 你看这些大水都是来着很突然很快 而那时候是受台湾东边 台风的周围影响 影响到一千公里外的 车主 民众以为跳上车厢就能松口气 没想到噩梦才要来临 直击当时地铁内宛如惊悚片 水已经淹到成年人的胸口 外头水还在进冰 众人根本无处可逃 急着报警 那这个大地铁 因为地铁都在大部分都在地下 这个地下室被水被大水冲进去之后 这个地铁就动手不得卡在那里 才宣布地铁就陆续地淹没上去 所以后辈 后辈 就是死了十几个人 当水砍不断由隧道里头灌的时候 乘客在救难队伍协助下 克难德靠着隧道壁走出来 水砍已造成58 国际间野火灾情不断 美国北加州和俄罗斯西伯利亚的野火尚未扑灭 土耳其黎巴南两地 这个星期也为了野火所苦 土耳其林爱琴海与地中海地区 这个星期饱受野火摧残 总计有17个省 超过60个地点被大火包围 当局派出了好几千名消防人员 在这区灭火 29号为止传出有3人不幸遇难 超过100多人受伤 热门的旅游地点安塔利亚里东 有4处在28号也陷入一片火海 当局怀疑是人为所造成 团阵着手进行调查 滨海度假城市马纳夫加特的天空 被浓烟染成了橘红色 街道遭熊熊大火吞食 居民进退两难 汽车逃命的景象 在社群媒体之间广为流传 黎巴南北部靠近叙利亚边界的地区 29号也传出致命的野火 一名自愿加入打火阵容的15岁少年 不幸命上火场 并有8人受伤送医 当局表示 派出了25辆消防车 以及4架空军直升机和兵力 在火场灭火 但成效相当有限 火蛇持续往东延烧 北部山区大片林地也陷入了火海 而美国加州北部13号烧起来的 迪克西大火 已经烧毁了22万1504亿亩林地 依旧没有停止的迹象 美西地区今年的野火季节 在破纪录高温的助长下 灾情较往年来得更为惨重 几个星期下来 已经夺走好几百条人命 俄罗斯萨哈共和国的野火 也是同样的景象 单靠消防和紧急救难单位 根本无法阻止火事延烧 当地数百名居民纷纷放下手边的工作 加入打火阵容 南半球的巴西最南端的 南里约葛兰德州 28号降下了62年来罕见的大雪 房子 汽车 马路都覆盖着一层爱的白雪 这景象对当地人来说实在很少见 北半球热量不退 导致野火蔓延酿灾 包括土耳其 希腊 俄国西伯利亚等地区都出现的灾情 同时联合国也公布 有史以来最大型的调查报告 指出因为人类活动所导致的气温 海平面上升等极端的气候 现象已经无可逆转 你看 这是公事所做的报导 气候变迁加剧 联合国气候小组表示 极端气候已无可逆转 20年前我就陆续向世界各处 发出逆而中言 希望人类要重视这些问题 而现在联合国看到整个世界 大家还是一样在那里 以发展科技经济为主 不断地强调各种 所谓的高科技 高消耗 还有像现在 美国跟英国 他们又在那里发展 私人的太空旅游 从上外太空 然后到那边晃晃回来 就可以向全世界人炫耀 但是像这些呢 对全球的气候生态环境 伤害有多大 那些富豪们 他们有去看到这些大问题吗 所以联合国秘书长就有提到 他们用那些钱 消耗几十亿 几百亿 几千亿 这样不断地在那里研发 不断地为了一趟外太空之旅 消耗了多少的金钱 而那些金钱呢 真的可以帮助这个世界很多人 很多人也可以帮助这个世界 化解很多的灾难 所以这方面真的 人类要重新来调整 人类要重新来善待地球了 不然的话真的 人类会变成为 好像这个地球的败家子 把这个地球伤害破坏很严重 也不知道 还在那里一直炫耀 土耳其热浪持续时间延长 导致西南沿岸野火肆虐 至今已超过十二天 原本绿意盎然的树林陷入火海 住宅区电力设施和历史遗迹 都饱受威胁 外媒形容这场野火 是土耳其史上最严重 目前已造成八人丧生 数千户人家被迫撤离 死亡的动物数量无法估计 消防直升机在灾区上空来回攀旋 持续与无情火神搏斗 灾区发生,灾热发生,灾热发生 但气候变化 让这些都更严重 更耐心,更耐心 而且,我们不常常看到这些问题 邻国希腊的情况一样失控 野火延伤已进入第六天 第二大岛爱维亚岛 迅速窜出好几条火线 岛上数千居民被扩大 杜伦撤离 希腊镇历经三十年来 最严重的热烂 高温和瑞丰创造极佳条件 导致境内多处森林大火 摧毁许多家园和商店 俄罗斯西伯利亚北部的 萨哈自治共和国 同样野火平川 至少有155处大大小小的火场 当局紧急撤离其中两座村庄 并触动3600名消防人员救灾 已知大火至少摧毁31栋房屋 400位居民被强制疏散 萨哈领导人 以古拉耶夫下令 清理火场周围的枯枝和倒塌的树木 面对气候变迁加速 联合国政府兼气候变迁问题小组 9号公布调查报告指出 几乎可以确定极端热天气如热浪 从1950年代以来越来越频繁且严重 过去5年是1850年有记录以来最热 海平面确实持续上升 且将使数百万人流离失所 以及无论碳排放方案为何 到了2040年 温度都将比1850到1900年上升摄氏1.5度 公司新闻 好 这是前面跟大家分享的一些资料 让大家看看 我向来从来不为人耸听 也不会要制造说那些什么恐怖 灾难制造动乱绝对不会这样 我心里所想的都是很希望 这个世界能够真正和平和谐 但是世界要和平和谐 人类要能够有美好的未来 人类必须要醒过来 如此面对问题 而不是鸵鸟心态不去看 不去面对 或是只是报喜不报忧 如果用一种鸵鸟心态报喜不报忧不去面对的话 那真的 这些问题它会不断的越激烈越严重 而人类的文明呢 就很有可能像迈阿密海滩的那个大楼 一夕之间 很快的 人类的文明会垮掉 这个绝对不是我愿意耸听 而是人类如果没有觉醒 没有去重视 没有去改变 这些问题 它就会越来越严重 所以你看 像刚才公司里面一样有报告 有提到 专家都已经提出 联合国也已经提出警告 人类现在已经进入不可逆转的情况了 而且人类国秘书长也提出 未来这十年是有效的十年 如果再错过 那后面就是灾难不断的 不可想象的 因为时间已经到了 我们现在刚才是 让大家看一下 德国的土壤的大洪水 还有郑州的千年不遇的大洪水 那你看我们再看看 刚刚十天前 山西 中国山西 十月份竟然发大洪水 这些他们的当地的资料统计 这是从来没有过的 没有过的这种情况 真的又是 又是 所谓的 破历史极止 来我们现在来看 这个 也是最新的情况 最新的情况 我们都用事实来说明来证明了 我们不要 我也很耸听 近期我国多地遭遇连续强降雨 山西 甘肃 四川等地 受灾严重 其中山西的殉情 可以说是最为严峻 牵动着很多人的心 往年十月上旬 山西从未有过如此强劲的降雨 此轮降雨到底有多严重 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十月二号以来 随着山西全省降雨显著增强 太原 杨泉 林坟 长治 旅梁 近中 大部分地区都创下了十月上旬 累计降雨记录 气象数据显示 十月二号到七号 山西省有将近三分之二地区的雨量 超过了一百毫米 近一半气象站超过二百毫米 最大达二百八十五点二毫米 太原达二百零三毫米 对山西大部分地区来说 这轮降雨的雨量 是常年同期的五倍以上 山西太原附近的降水量 达到了八倍以上 据山西省气象台统计 往年山西省降水 主要出现在每年的六月到九月 十月份全省月平均降水量 仅为三十一点一毫米 但是今年 十月二号二十时到七号八十 山西全省过程降水量 在十五点四毫米到二百八十五点二毫米之间 全省一百一十七个县市区中 有十八个降水超过两百毫米 有五十一个县市区降水 在一百毫米到两百毫米之间 十月二号二十时到十月七号八十 太原的降水量达二百零三毫米 根据公开资料 太原是六千九百零九平方千米 这期间太原总共下了14.9亿立方米的雨水 而西湖的蓄水量为1400万立方米 相当于98.6个西湖的蓄水量被倒进了太原 根据山西省应急厅发布的消息显示 山西全省十一个市 76个县市区175.71万人受灾 12.01万人紧急转移安置 284.96万亩农作物受灾 1.7万云间房屋倒塌 其中林坟 运城 晋中 太原 吕梁等地区受灾较为严重 山西在我们大家的印象中是一个缺水和比较干旱的省份 我们看到一些相关的数据 山西省往年在10月份的时候 全省的月平均降水量仅为31.1毫米 但是这一次中国气象局的数据显示 从10月2号的晚上8点到10月7号的早上8点 山西省的平均降水量达到了119.5毫米 全省有18个县市区降水是超过了200毫米 刚才短片中也提到了 光太原就相当于承接了98.6个西湖的蓄水量 所以我们先来说一说 怎么评估山西这次遭遇的暴雨和洪涝灾害的程度 这次山西发生的暴雨和洪涝灾害 媒体上广泛使用了汉件这样的致言 实际这些年像这样的灾害 从全局的角度 乃至中国北方的角度 甚至到山西 其实已经是一种比较高的风险了 比以前的频度要增加高了 它用罕见 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很确切的 因为随着大气环流的变化 随着这样环境的变化 这样灾害 这样采生的灾害的风险只能越来越高 所以我们必须对这种灾害提高警惕 做好准备 你看这位专家他提到的就是说 一般都认为这是很罕见的灾难 但是他提到说 以前可以称为罕见 但是现在呢 极端气象灾害发生的概率 越来越增加了 也就是说以前认为是很罕见 很少有但以后呢 他的频率会越来越增加 这些都是极端气候的影响 所以希望大家要重视这些真实的问题 好 来 现在来播放一首歌 作为今天这个课程的结束 这首歌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让我们把一切都交给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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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抒拍下来 一切都交给和平 看上去点的街道 香港 让我们把一切都交给和平 就像将自己交给梦想 无论你走过多少正如岁月 不该一颗善良纯真的心 不开心 是你为你 我们都拥得 不开心 为你 好 我们回到 好 你们可以把灯打开 为什么你们在上课 要跟你们分享这些内容 这就是让大家体会到 《道德经》里面所讲的 都是活生生的真理 活生生的实相 《道德经》39章有提到 人类如果被天之道而为 就会灾过不断 灾难不断 被天之道而为 就会灾难不断 如果人类能够顺天之道而为 就会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就这样 所以希望大家学好优质的文化 从我们每个人生命 净化提升起 让我们生命醒过来 让我们内心充满了大爱 真的 充满了大爱 不要去跟别人冲突 不要去伤害任何人 我们到哪里 一方面 把大爱与和平传播开来 作为一位和平的天使 到哪里都是在促进和平 我们到哪里也是在 协助人类能够提升上来 来爱护地球母亲 地球是我们大家的母亲 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来爱护它 保护它 为我们每个人自己 也为我们的后代 子子孙孙 希望更多人 有从内心的觉醒 觉悟 而自然的有使命感 大家一起来 把大爱与和平 面向全世界传播开来 OK 好 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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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